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信用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還有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 蛇手又叫人馬座 來到農曆七月節 的自身整體運氣 哎呀比加火了比加火了 怎麼辦呢 我自己看完今期的聲場 我都替自己有些擔心 因為我就有非常相關的人生經驗 而對於大家呢 首先有沒有聽過我上期農曆六月的聲韻 我就說接下來人生會有一些改革的決定 包括出國移民 出國讀書 包括你轉行 包括你轉工 這些東西 來到農曆七月 尤其是如果是要出國的話 無論是讀書移民 還是你出國做工 可能公司要派你去那些外國 派你去駐外 總之任何跟出國有關的 但是 你說如果我純粹留在香港 轉行轉工行不行 都可以的 都可以關事的 但是尤其尤其 如果要出國的話 糟了糟了 好害怕 遇到很多的打擊 阻礙重重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是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是的 首先 搞這些事情 那你要 首先要經過政府 是不是 還有不單止香港政府 就算外國那些 外交處 移民處 跟你搞護照 都關事的 我們不要經常賴了香港 OK 外國 都關事的 就是說 跟這些政府去 刁的話 會受到很多的刁難 OK 那 可能他們又不批理 又特意延遲 或者就算我當你去見那個移民官 你剛好看見那個嚴皇判官 明白嗎 可能其他十一星座 偏偏去搞這些事務的時候 他們遇到那些 就是遇到 微立罰的 笑笑口 經常對他很好 什麼都批給他 但是誰知道我們剛好 遇到這些政府官員 就是嚴謊判官 是的 就算 我再說一次 就算 不是搞出國事務 你說如果我是轉行轉工 我都不會接觸到政府的人 如果不是政府 就是講一些高層人物 那你去見公司 你都要見那個interviewer 他都是那些老闆 那 somehow 這個農曆七月見的那些 高層人物 都對你會是比較harsh的 明白嗎 甚至呢 去harsh到一個程度 是真的 可能當面就散你的了 OK 那 而如果你遇到一些移民官 他可能會有很多 事情在這裡 執問你 蛤 為什麼你要移啊 蛤 你現在這些事做得多好 做什麼移啊 你是不是臥底啊 你是不是要去搞亂我們那個國家 就是有些這樣的 一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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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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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這裡 寸你 你會覺得是很受到 冒犯的 好 那麼 這個是第一個 人和的問題 然後去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要搞很多的文件手續 法律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會 即是 遭受到重重的困難 有時就流膠這件事 然後有時那個相片的尺寸又不對 然後有時又說你的相片太光 然後又說你穿不對的衣服 然後又說你頭髮太長 然後又簽漏了個字 然後又簽錯了個名字 blablabla 搞到你一頭髮太長 搞到我們一頭髮太長 是的 所以在搞手續這些方面都有問題 但是原來最大的問題 有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是很難避免的 是什麼呢 是那個 跟錢有關的東西 是的 任何跟錢有關的東西 都會實在一個措手不及 例如 轉工轉工也有關事的 就算你留在香港 但是我這裡專門專注 你要搞出國事務 那轉工轉工的人 你自己去想 錢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阻礙到你 有這些新的發展 但是如果出國的話 首先你要匯款 是不是 你要搶錢 然後搞這些東西 會搞到一頭煙 我當你去開個 就是那些匯款帳 然後又開不了 然後又要搞很多手續 我當你去開IB 或者那些WISE 那些東西 他都要有很多的驗證 然後又是這些文件手續 又吃了事 然後可能 你匯款 就是別人匯款OK 但是偏偏你的匯款 你的電話又壞了 又搞不到了 那就跟錢有關 又或者 你都要開離岸戶後 那銀行又不接受你 然後又不讓你開 然後又檢查很多東西 諸如此類 那這些 但凡是跟錢有關的 接下來那個危機是 唉 大到我都不敢再去說 唉 所以唯有 自求多福 我覺得唯一 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唸佛 唸經 如果跟你的信仰沒有衝突 你就會唸 但是我當你基督徒 你不就跟耶穌祈禱 你回教徒 你不就跟阿拉祈禱 OK 我覺得真是 真的叫做望天打掛 聽天由命 因為 這裡的運 是運滯到 真的完全吃光了 沒辦法了 但是為什麼我又會說宗教 無端端說宗教事務呢 就是為什麼我會用這個做一個解決呢 是吧 好像很奇怪 結束這個故事 跟一個很奇怪的訊息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我不是叫你 你找貴人 或者怎樣怎樣 原來因為同事農曆七月 我們那個宗教員會非常強的 除非木星逆行 甚至現在木星都已經逆了水平座 如果你有聽我上次上季壇說 木星逆行 塔前段上教你做好人 是不是 現在那個木星都所謂 入到第二個階段 那麼做這些宗教事務 是基於這個木星逆行之下 是會很弱的 但是 somehow 這個農曆七月 我們的宗教員是很強的 所以我會覺得 它是我們最後一根 不是 最後一根杜草 是壓死人的 但是 它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救生艇 OK 那就 就唯有真的祝大家好運 自求多福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前段隱藍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它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碗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